就是说我曾经听到有一个男性友人 他对于追求女生呢 他就说他会给这个女生 被拒绝三次被拒绝的机会 我说为什么是三次 他说第一次被拒绝呢 我是让这个女生看到我的真心 第二次被拒绝等于说 我被拒绝第一次 我想在第二次的时候呢 第二次被拒绝的话呢 我想让这个女生看到我的耐心 那第三次呢 第三次被拒绝 我要让这女生看到我的决心 我就是让你看到我这三颗心 这三颗心你都看到 看到了 好 我就打退堂鼓 就是这个一般来讲 典型的男生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有些男生 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是条件很好 他可能在求学路上面 师长也爱他 也受这个同学欢迎 所以他会认为说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对于爱情 理当来讲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 这个精诚所至精识为开 我努力地去认真读书 我就得到好成绩 所以说对于追求异性来讲 我是不是很努力很努力去坚持 所以说我就是可以得到防心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 会有一些这个 自己的这个一些言论 譬如说他会觉得 三样这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坚持 第二个就是不要脸 第三个坚持不要脸 我就一定会得到你 这样子